HELLO 大家好,我是Felix 潘敬祖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從事了影音工程大概有二十年的時間 現在也是一位音響的工程師 我爸爸對我影響很大 他是一個發燒音響的人士 他喜歡玩音響的情況是 他喜歡自己砌音響 HIGH FIVE 在家裡等於一個家庭電器 那麼普通 已經是生活一部份 那個習慣已經養成了 所以西哥的興趣不是太濃厚 直接令我對音響再多一點濃厚的興趣 是我開始玩音樂 以前有合過樂隊 我也有自知出過唱片 自己的夢想就是 我擁有自己的音響公司 我想這件事是很多香港人都很想做到的 就是我的興趣成為我的職業 培養了很多的經驗 或者有不同類積的知識之後 在早幾年的時間就豁出去 人生總要嘗試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能夠再等了 嘗試去籌組自己的公司 一般人以為是女士就會喜歡轉介 對嗎 同時都喜歡鑽石 不過男士的鑽石 就會放在喇叭的高音 一隻鑽石的高音 說的是十多萬 兩隻喇叭就大概三十萬左右 也有人玩到這麼刁鑽 因為對音色的追求 其實音色 我認為是沒有好和不好的 好不好的定義 可以說是 我能不能夠還原本身的音樂 應該有的東西 因為高級別人的定義不同 有些人定義是覺得是貴 貴就是高級別人 我不用管它是甚麼 當然我都接觸過客戶 可能只是喇叭已經接近一千萬 但他懂不懂聽 他是不懂聽的 他也不需要懂聽 因為他覺得我需要擁有很貴的東西 但對於我來說 高級別人是聖套器材的設計 或者用料都是有質素的 而聽到我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高級別人 大眾你可以聽一下 譬如說Danny Summer 夏曉星的歌 或者是歐瑞強 慢慢漂流大地 很多人很喜歡聽他的歌 學友 學友早期的錄音 過了這一夜 你的愛也不會多一些 如果是台灣的 很多人都會喜歡聽蔡琴 是誰在敲打我窗 亦都很坦誠地說 現在市場上的流行歌手 的唱片 都不是從一個音色的角度去看 因為香港賣的 不是賣音色 亦都不是賣音樂的 有時是賣娛樂 即是不同的要求 至於你說外國的 如果你喜歡聽 Peter Paul & Mary 他本身沒有說 我特意要製造法燒唱片 所以做靈絲聲 不是這樣的 但香港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 我最喜歡 Eric Capitan 的 Tees and Heaven Tees and Heaven 其實我覺得 無論是Live版本的唱片 或者是錄音室的唱片 都是很好聽的 一套好的音響 你會覺得它在面前唱給你看 我會用一個比喻 你會很多時候 會想穿好衣服 看好的東西 吃你要吃好的東西 但為何你聽不懂 聽好的東西呢 跟你有多少的知識 沒有關係 因為你不懂音響 你可以找懂音響的人幫你 但你有要求的 你就會找一些 有質素的音響系統 去聽你喜歡的音樂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 就是2017年的高級試聽展 一個設定的現場 究竟這個音響展覽 在你們看展覽之前 是怎樣的呢